第一步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肉放到冷水里面 焯下水吗 对 焯下水 好 直接冷水下锅 你像草原上面的风其实还是挺大的 吃了羊肉之后 是不是身上也比较能抵御风寒一点 对 因为能看到我们俩现在的头发四处飞散 是因为草原上这边没有任何的遮挡 风非常大 对 加点葱姜 对 那我们就等它开了 然后我们把那个血沫去一下 就把它捞出来 吕大姐说 她制作的第一道拿手美食 就是鸿焖羊肉 她要用一种块状的油脂来制作 那会是什么呢 这个是牛油块是吗 对对 是的 为什么想到用牛油呢 牛的这个脂肪部分和我们羊肉的话 进行一个味道的融合 牛羊一过鲜 有两种香味是吧 对 我们在这道菜里面不放水的 是用这个油爆完香料之后 用羊肉本身自带的油脂从内向外 把这个肉热熟 牛油入锅 化开后放入葱 姜 花椒 桂皮等调味料 吕大姐说 她制作的鸿焖羊肉 全程不加一滴水 主要靠羊肉本身的油脂和水分 她认为 这样才能将羊肉的鲜香 最大化地激发出来 制作鸿焖羊肉的时候 吕大姐讲起了与羊结缘的故事 您是当年的大学生对不对 对 是的 大学毕业之后参加工作 然后在一个很有然的机会 认识了一个姐姐 我从她那儿得到了一群羊 大概的数目就是200多只 快300只 但是对于一个 做办公室的我来说 这两三百只羊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就像一场灾难一样 对啊 但是我又没有办法 来处理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我也曾经想过 把它卖掉 一次性解决 但是后期我会发现 有了小羊 我后来又有点舍不得 所以说我在这个中间 我发现 我可能在这个羊上面 我可以做一点什么 好 好